有一个错误想法就非常想去台湾看一下 每位卤用饭让大陆民众迫不及待 港到台湾 偏偏2019年大陆禁止陆克赴台自由行 又碰上疫情角度 我国也限制大陆组团来台 以及团客到大陆旅游 陆委会主委邱泰三多次强调 不是台湾单方面解禁就行 双方应该坐下来谈 是谁在利用疫情 全面封闭了两岸的交流 今天又拿 又把这说辞拿出来 企图作为一种设置一种政治前提 来进行自身的追求 道理你们都明白 不要让我把话讲透 不要让我把话说得更难听 交流卡关之外 4月底中共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正反间谍法 扩大间谍行为定义 台湾八旗文化总编辑复杂李延鹤在上海被捕 寒蝉效应迅速扩散 陆委会认为国人前往大陆风险增加 李延鹤他泛油 煽动分裂国家罪 这是个个案 那么广大的台湾民众并没有这样的主观恶意和行为 所以不应该有任何对于两岸交流的疑虑 今年中共换届定调要与台湾扩大交流 争取国民党提名的郭台铭主张一中各表 侯友宜反对一国两制 赖清德认为接受九二共识 等同走回头路 北京当局如何接招 坚持九二共识 反对台独基础上 重启两岸谈判 不是幻想 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 谋度挑衅 还试图想得逞 我想那才是不折不扣的幻想 国家台办重申坚持九二共识 两岸就能重启对话 所以接下来总统参选人 他们的两岸论述将成为两岸关系 能否推进的重要指标 以上是东方新闻记者杨一平 刘一晴 我们在北京的采访报道